那這個是布達佩斯的圖 我們在Pixel下載這個 那做什麼呢? 有時候在做設計的時候 並沒有那麼擔心 我想把它加在夜景的圖片看看 好,來 我們下載完透過Photoshop檔案的開啟就檔 這個是布達佩斯的 布魯克林大橋 布達佩斯在這裡 開啟按Ctrl-A全選 Ctrl-C複製 再回到我們新郎的圖這裡來 這張圖 那如果這個不要 我其實建議你可以把它關閉 到這裡來 來,Ctrl-V貼上 那就不同的感覺,Fu就來了 欸,好不好 再換一張看看 換一張這個什麼 布魯克林大橋 Ctrl-A全選 Ctrl-C複製 再回到這裡 Ctrl-V貼上 那這個關閉 你看這張怎樣 這張要不要 或者這一張 或者這一張 你可以留 老師這個留 可是這個覺得好像太大一點 欸,可以再縮小啊 點到這裡 點到這裡 你可以再縮小一點 人應該看清楚一點 改完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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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喔,改完要做什麼 套用喔 喔,這再換背景看看 在這裡在這裡 那這個旁邊還在灰的 旁邊點一下 你可以去調 可以調不同背景去看 這再做都很容易 這個當然會再加其他元素進來 OK嗎 所以這個再做法都還是算容易 你現在對圖層就有概念吧 那這個 欸,老師 可不可以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可以啊 合在一起一定是用什麼功能做 再來一次 遮罩 各看一半喔,來 各看一半用建成工具 建成工具不能拉一點點喔 這樣是切一半喔 要拉什麼 長長的 那就什麼 山頸海頸融合在一起的 有時候常常會這樣做 沒錯啊 喔,這是山頸耶 要接什麼 層次 拉得夠長 結合正在 不可以拉短短的喔 要拉什麼 通常會拉得很長 這是有山頸海頸 這是一般你這樣融合 就會這樣做 你看到嗎 就在做這個 來,可以再試看看喔